大家好,我是Hidy 每次去完旅行,我最期待都是拍購物樂影片 因為一天還未拍,我還未可以開一些東西出來使用 所以我就要趕快拍了 今次我去了五日式,我發現原來澳洲很好買 除了超級市場的東西,我在澳洲拍了一條影片之外 今天不計算那些薯片,食物,我已經超重 我沒想過在澳洲買到衣服 因為那邊的風格和尺寸都不太適合我 但我在一間店舖叫Glue 那裡是買一些比較運動品牌的東西 我就買了一套衣服 是風褲質地的衛衣,配色很漂亮 配色是 pastel的顏色 我就買了一個over size的,而且很方便 它是有很多袋子 上面已經有一個拉鍊袋,然後旁邊有兩個 本身未見到衛衣之前,我是看中了這條褲 它也是同一個品牌,其實是同一套 但我覺得一起穿就有點怪 但分開穿就覺得很漂亮 這條褲的Logo就會是白色 我覺得它配搭衣服、行山、背心的時候很漂亮 下面是做了一個束腳 它這個穿出來的垂墜感很重 然後很Sporty,很Yarn的感覺 然後我就買了這兩款 之前在網上做過資料 就說去到澳洲一定要買的瘦身Leggings 他說連續穿一個月,我不知道什麼是原理 腳又會瘦,屁股又會挺 Anyway,我就當它是一個質地很好的Leggings 我現在說的這些東西 大部分都是一間Chemist Warehouse的藥妝店買的 其實裡面是很像日本的藥妝 但沒有日本的那麼吸引,令你不停地扔東西 因為日本全部寫第一位,每一樣東西都覺得很吸引 但我覺得在澳洲這裏的藥妝店 它會放得比較密密麻麻 根本無從入手 但因為上網做了很多Research的關係 都買了很多 它是超勁彈性的,但又不會鬆泡泡的 它是那些好像壓力絲襪一樣 我買了兩款 這款是比較薄的 然後這款是再厚一點的 我開了一個比較薄 我已經覺得它有少少的厚度 它不像Ulico那些Leggings Ulico那些很綿質 穿多幾個就有貼碎褲 那它就不是那種 它應該是很外國人可以穿外出的那種Leggings 去到澳洲必買的牌子 Black Mores 這款就是TipTick的超大粒的魚油丸 我自己是沒問題的吞這些藥丸 但如果你吞不到 它也有小粒版的 但會貴差不多Double 在澳洲買的超便宜 這裡這麼大 裡面有四百粒 是賣十七個多澳 即是約八十元 一百元不用 這個Nature's Way 也是很多人會買的 製作品牌子 這兩盒是幫朋友買的 其實我經常都很想有恆心 吃college 但我無論在日本買 香港買 那包東西都吃不夠一半 所以我這次就沒有自己浪費錢去買 然後就買了兩瓶Osternan牌子的鈣和維他命D 為什麼不買剛才那兩個牌子的維他命D呢 就是因為這個牌子他們很專注去出維他命D 所以感覺上好像比較好 而且我買了軟糖的質地 不是那些藥丸的 因為媽媽不會吞藥丸 所以他年紀開始大 所以需要鈣質 所以就買了這兩款給他 製作品之後 我就買了很多很多的羊織鹼 這一款其實大家應該都在香港見過了 我自己都用過幾隻 如果好像我這樣比較乾的皮膚 或者會脫皮 或者會起的紋 有一款是有manuka honey 是比較滋潤的 所以我買了兩款 有一款是現物的 那一款是不夠滋潤的 對我來說 另一款是有coconut oil 我也想試一下 另外我再買了這一款小朋友版 純粹是聽說小朋友版的 那種味道是那些很香的蕃茄味 我打算試一下 然後我大手入貨了6支blackmore的維他命E cream 這一款大家都不陌生 其實香港的沙沙都有得買的 但是每個女生去澳洲都一定別買我來做手信 所以我都買了兩支來送給大家 如果你們有興趣想得到這份小小手信的話 就可以去instagram那邊 我會在那裏做一個giveaway 這一款它有另一個名字 叫冰冰箱 好像是范冰冰推薦過 所以是突然火速爆紅那種 它是一種可以修復皮膚 塗在哪裏都可以 你哪裏脫皮哪裏乾燥 哪裏覺得黏緊 就塗上去 另一個我去澳洲的口袋名單 就是Thursday Plantation的茶樹油 這個牌子的茶樹油 其實香港的曼寧和Watson市都買得到 平時香港我就是買這個尺寸 裡面是有10ml 是約70港幣 我這裡是50ml 在澳洲買的都是約70港幣 這一盒小的我都用完了 其實它的用途是很廣泛的 因為茶樹油的消炎殺菌能力很好 所以如果你是有暗瘡的話 你可以用棉花棒點一點 然後塗在暗瘡那裏令它消炎 我自己最常用就是浸浴的時候 滴10滴左右在浴缸那裏 第一它是油來的 所以你上水的時候就沒有那麼乾 第二就是可以幫助皮膚有消炎殺菌的作用 而且它的味道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我覺得很放鬆的 說到消炎殺菌類 我買了這一支是菲茲膏 這支都OK貴 我記得這麼小的也差不多$80港幣 但是我上網看到人們說很有用 我就深思思買了一支 試一下了 看見這個樹紅買了兩支牙膏 一支是美白一支是說有勞匯的 它主打是沒有Florite 沒有SLS和Parabens 都是一些比較天然的牙膏 純粹看見不是很貴 就買來試一下 在網上超級紅的水光針精華 口輪度那麼高沒理由不買 所以都有一盒是手信 其實它不算特別開架那種便宜的 這支只有10ml 就約$100港幣左右 但是聽說它的保濕效果是非常好 所以我就打算試一下 同一個牌子也很有名 就是它們的面膜 一個是保濕一個是美白 所以每樣我都買了一盒來試 還有這個巨型這麼大的盒 也是這個牌子的素顏箱 現在經常戴口罩都不太想化底妝 所以我也很想找這些素顏箱 可以塗完後面色比較均勻 就當自己塗了底妝的戴口罩用 裡面就有SPF15的 其實真的很少 所以就要再加防曬 然後還有這支金箔精華 我也是看到在葉滿產品那裡 我看到裡面的金光閃閃很棒 我沒試過用這類型的產品 它的主單就是抗腦和保濕 適合我 Trilogy這個牌子我之前也介紹過 就是我桌頭和去年應該有個 每月最愛都提及過的玫瑰果油 我在網上訂回來是$85 如果在澳洲就差不多$120 我看到價錢差不多 我還有大半支 我沒有入售這個 但同一個牌子 我上網看到它的保濕噴霧也很有名 所以我就買了這支玫瑰保濕噴霧 很香的玫瑰味 哇 我真的超級香 但味道比較濃郁 不是每個人都會喜歡 真的超小 好棒 我拍到相機都沒有電 然後去到澳洲 最出名的其中一件東西 一定是這些綿羊油 我自己在一間超級市場 叫Coast 就找到這個牌子 其實你去到哪一間超級市場 或者藥妝店 都一定會有綿羊油 我覺得它這一盒 性價比是最高的 因為它好像是最便宜的三個多 但它是最大盒 三個多是澳子 除了綿羊油之外 另外也有一樣東西 就叫做Emu Oil Emu是一隻鳥 在澳洲 樣子很像鴕鳥 這一款的Emu Oil 裡面有維他命E 所以對於修復皮膚會比較好 再滋潤一點 讓大家看看樣子 這隻就是那隻鳥 另外這一款就是羊奶 裡面就是Maluka Honey 所以它會適合一些比較成熟肌膚的人用 除了那幾款之外 我們在機場的免稅店 都看到這一盒禮品裝 它是一盒六盒 樣子比較好看 如果要買給人做手信 可能這個樣子會比較好 但其實它也是綿羊油 它就加了爐匯 舒緩效果就會比較好 澳洲其實也有Sephora 但因為香港已經有Sephora 而且牌子都很齊全 我沒有特意去Sephora 就去了另一間 就叫做Mecca的美妝店 Mecca這間美妝店 跟Sephora有些相似 它都有其他不同的品牌 例如有Calfor Quornano Sda L'Ormise Yer Urban Decay 也是有自家的品牌 肉色包裝 白色瓶身這支會比較像Primer 這款防曬是SPF30 所以是比較日常 例如你回辦公室 或者你不是去戶外工作的地方 就可以使用 它防曬可以做到保濕 然後擠出來是白色的Lotion狀 所以我在店裡試過 完全不會有泛白的情況出現 而且不會在表面有一層的防曬 它就很舒服 而另外白色包裝這支 裡面就是黑色的防曬 包裝很帥 這支就厲害很多了 它有SPF50 它這支出來是肉色的 然後有一點像Benefit 那支會遮毛孔 那種毛毛的質地 挺有趣的 所以戶外的時候用它就會更好 然後媽媽買了這個品牌的保濕噴霧 它裡面有奴匯、青瓜和綠茶 噴出來的味道是非常清新 而且很舒緩 媽媽非常喜歡行山 所以她買了這支 用來帶出去行山的時候 噴出來就會很涼爽爽的感覺 我在Cashier的附近 就找到這個Juno的SPONGE 其實這個品牌好像找過我 合作還是使用的 之後我不了了之了 我這次去到澳洲看到 其實我一直都很心動 但香港我不知道在哪裡可以買 所以這次看到就順便買回來 這盒眼鏡的名字就是Dream Queen 我經過的時候看到它 我就知道自己一定要買 價錢是很便宜 是約200多港幣 它的盒子和包裝一樣 是膠的 大家準備好了嗎 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鏡頭看到嗎 超級無敵的 它裡面是有15個顏色 再看一看 非常滑 我拿不同的質地 它的花紋一掃就沒有了 我還沒拍照 我便宜了幾下 是超出色 你看它的延展性多好 好漂亮啊 最後一個化妝品 我也是經過的時候被它燒到的 它的名字叫做 Gold and Lighted Powder 你看它的樣子 好棒啊 摸上去是有少少微微的沙感 好像是一個很幼滑的沙灘上面 你遠距離就會看到它的光澤感很強 一個很漂亮的玫瑰金色的 Bronzer 胭脂 highlight 我還未知道 要掃上面的時候 才知道它可以做到哪一件事 澳洲除了有名的羊之外 還有一件很有名的 就是它是全球買Cucci最便宜的地方 所以我去到機場的免稅店 我都馬上衝進去Cucci那裡看 但我不太知道平常的市價 而且我都沒有那麼多錢 沒有那麼多預算去買包包 即是便宜的也會慢慢賣 所以我都少少地買了一件Cucci的東西 就是這一枝的唇膏 也叫做搭單買了Cucci 這枝唇膏真的超漂亮 其實它不是一個限量版 或者新出的東西 其實很平常 純粹是我剛巧真的沒有Cucci的唇膏 一直都很想買 不知為什麼一直都沒有買 看到這次真的便宜過香港 香港是買305元 在澳洲摺回所有東西 就約265元左右 你看它的包裝真的很漂亮 下面是金色 上面的碎花很棒 唇膏頂上就有Cucci的字 我買的顏色就是25號色 它們是很有名的 橙橙紅紅coral的顏色 質地不算乾 有少少透亮 Glossy的感覺 所以塗上嘴應該不會很實色 應該有少少透的 我只是第一次試色給大家看 我還未捨得用 好了 過了這幾兩小時 我終於拍完我的澳洲購物落購物店 我覺得也不算很過份 澳洲也不是經常去的 對不對 希望大家可以從我的購物落中間參考一下澳洲有什麼好賣芝蜜 還有大家可以感受到澳洲是超級好賣的地方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月到三點 同星期日到三點 同星期日到十二點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各位分享給我 gonna глаз我 我們下一次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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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